那天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 蔡亮子的电话响了 是蔡狗打来的 蔡狗向蔡亮子要钱 他一张口又是两千万 蔡亮子在电话里 狠狠地骂着自生子 他说 现在煤矿在证断 老子煤矿还不知道会不会关庭 你一张口就要这么多 老子没有 只能给你打一千万 够的是这么多 不够也是这么多 黑娃的儿子在英国留学 也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种 中国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留学生 他们在国外最重要的生活内容 就是疯狂花钱 黑娃和蔡亮子 谈起了儿子们的留学生活 黑娃说 他曾经去了儿子留学的英国 儿子开的是一辆法拉利跑车 儿子别墅的一面墙上 挂满了各种名贵皮包 每个皮包的价格都在几万欧元 黑娃感到最痛苦的是 这个儿子好赌 他每月都要输掉十万以上 黑娃儿子所在的学校旁边 有一个中国人开设的地下赌场 赌场里面的赌徒 全都是来自中国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在英国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自成一个生活圈子 他们看不起当地出生的没钱的同学 当地出生的同学 也自觉地和这些来自东方的寄生虫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这些金发碧眼的同学永远都想不明白 这些黄皮肤的同龄人 为什么就会有这么多的钱 当他们周末走进打工场所 为自己赚取生活费用的时候 这些黄皮肤的留学生 纵情声色场所一致千金 他们的阔处和奢侈 让所有英国人深感不可思议 寄生虫们在国外也继承了 国内父辈们的优良蠢统 他们也喜欢攀比 黑娃的儿子戴的手表 是世界上最贵的一款 价值上百万元 因为他要将同样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比下去 有一天 黑娃的儿子踢足球的时候 将手表放在背包里弄丢了 他连炎炸也不炸 第二天买了一个同样款式的 这些寄生虫们 在国外生活几年后 就能够花钱买到一张 国外大学的毕业证书 然后他们摇身一变 就变成了海归人士 在人们的印象中 海归人士都是博学多才的 可是人们想不到 这群人中还有这样一些 蠢猪一样的官二代富二代 他们除了会花钱之外 再没有任何特长 然而 再回到自己祖国的怀抱后 他们因为有一张国外大学的 闪闪发光的文凭 就能够在国内畅通无阻 他们顺理成章地考取公务员 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管理者 他们依靠权力和金钱开道 在官场平步青云扶摇之上 当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 还在为能够拥有一份工作 而露宿街头奔走面试的时候 他们的头上已经顶上了乌鲨毛 此后 他们运用手中有形和无形的权力 轻而易举地攫取国家财富 他们的生活一路顺风顺水 他们很顺利地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管理者 掌管着你我等人的命运 出生决定命运 每老板都重男轻女 他们送往国外的都是儿子 很少有女儿 就在黑娃请我吃饭的前几天 上面出台的一份文件 年产量低于十万吨的煤矿全部关停 菜量子和黑娃的煤矿 都在关停之里 出台这个文件的原因是 矿难事故频发 而矿难事故一般都出现在小煤矿里 黑娃的煤矿年产八万多吨 菜量子的煤矿年产九万吨 按照当年的价格 一吨煤炭卖四百元 黑娃一年的收入是三千二百多万元 菜量子一年的收入是三千六百万元 他们一天的收入就相近十万元 而现在煤炭的价格更是翻番 他们一年的收入达到令人惊讶的七千万元 七千万元 能够买七百辆标志车或者马自打 能够买一百四十套省会城市的套房 能够让老家一个农民家庭生活三万五千年 能够资助七万名失学儿童重返学堂 黑娃和菜量子商量对策 黑娃说 我就不相信猫还不吃咸鱼了 用钱哄 蔡量子说 草他姥姥的 拿出几千万砸 砸翻了他们 咱们一年就会转回来 煤矿关停了 什么都没了 蔡量子刚刚说完后 黑娃的手机响了 是一条短信 短信上说 国家出台小煤窑关停政策 我有对政策帮你过关 请与这个电话联系 在煤矿资源这条实物链上 爬满了大大小小的寄生虫 敲诈勒索的假记者和黑社会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就是这类给黑娃发短信的前客 他们是官员的子弟 他们掌握着丰富的人脉资源 熟悉国家各项政策 他们像艳鼠一样 总能从政策的缝隙中 打出一条通道来 管理煤矿的部门有多少个 这样的前客群体就有多少个 土地 安检 公安 消防 监察 国资 劳动 这些部门的子弟自成一伙 充当部门和煤老板之间的润滑机 我一直没有给黑娃说过我的真实经历 没有说过我曾经是这个地方某个部门的副局长 曾经是这个地方文化圈子里的知名人物 我只说我是写书的 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像古代的游吟诗人一样游历全国 我向黑娃谈起了历史人物 天文地理 典籍 掌顾 世界风情 谈起了这个地方官场的种种传说 民间奇人的传奇故事 多年的暗访生活 让我应对各色人等游刃游语 多年的阅读经历 让我知识面拓夸了许多 当年我在这个地方部门任副局长的时候 就以才华出众而著称 而几年后再回来更是显得着而不群 我明显比那些苍蝇狗狗的官场人物 和大字不识几个的梅老板水平要高出许多 我不是自吹自泪 我只是实话实说 十几年前的官场显得简练了很多 那时候全县吃财政饭的人还不满五千 而现在多年计划生育 让全县人口减少了很多 而吃财政饭的人数翻了一番 据说现在的副县长 也比原来的人数多了一倍 而科级副科级更是多如牛毛 在某一个局里 正科级的就有五人 局长一人 第一局长一人 享受政科级待遇的常务副局长一人 书记一人 第一书记一人 副科长多达七人 而下面的办事员仅有三个 于是单位所有的事务都是三个办事员干 十二名科级干部坐享机场 每一任县委书记临走的时候 拿了人家的进贡和贿赂 就会突击提拔一大批人 所以才形成了这种狭小的办公室里 直乖命简 人们的思维还徘徊在远古的奴隶社会 人们心中的成功人士就是官员和没老板 有能力就是能够办懂事能够赚到钱 而办事是否投机钻营赚钱是否坑蒙拐骗 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道德观念 一夜之间在人们的心中坍塌了 老师等同于愚蠢 善良等同于傻子 正直等同于二百五 有才华等同于神经病 而躲尖溜滑和剑锋使舵成为了聪明 贪污腐败和损人利己成为了能力 当我在民国间的文学作品中读到那些作家 对他们的故乡深深依恋深深怀念时 当我读到多愁善感的诗人 将相愁比喻成一枚邮票或者一条小船时 我只能一声叹息 我的故乡一点也不美丽 他已经面目全非 我不会怀念他 因为他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那时候黑丸对我很赏识 我的卖弄让黑丸觉得我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他在进行重大活动的时候 总会让我参与 我见到了外界传说中的黑丸的秘密 黑丸的印章果然很奇特 他的印章里果然有一枚大头针 他在按印章的时候 印章就会将纸张戳出一个小小的针牙 不仔细看一点也看不出来 连自己的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黑娃 却能够想出这样的主意 黑娃果然不是等闲之辈 但是我没有戳破黑娃的伎俩 黑娃的汉马里果然装着很多钱 这些钱装在不同颜色的皮包里 红颜色里的装着五十万 蓝颜色的装着三十万 白颜色的装着二十万 黑颜色的装着十万 十万以下的数额 黑娃尺于装起来 黑娃的车子里装着这么多的钱 还给人家饭店收银员一分二分钱硬币 简直太不厚道了 黑娃的任何事情都是用钱说话 他一遇到能管上自己的官员就给钱 全县有三十多个部门 能够找到没老板的麻烦 这三十多个老爷 没老板黑娃都要打发 而那些不同颜色的皮包 就是喂狗的骨头 就是阴间买路的纸钱 他是部门的重要程度 而决定拿出哪一种皮包 所有部门都知道 没老板是一块肥骨头 所有部门都像食肉动物一样 盯上了没老板 直拳部门的是狮子和老虎 边缘部门的是踪狗和豺狼 他们跟在直拳部门的后面 讨一点残羹朗制 气象部门来说 要求给煤矿的井架上安装壁雷针 一个壁雷针高达五万元 文化局来了 要求给煤矿办专栏 增强企业文化 一块标语牌一万元 限制办来了 要求把黑娃载入限制 并向他推销一百本 每本一百元 黑娃是一块唐僧肉 每个部门都恨不得狠狠地 咬下一块来生吞下去 黑娃的采花养生工程也是真的 她的小包里总是被足的为格 两个老阿飞源源不断地给黑娃提供鲜嫩的少女 供黑娃采精养生 坊间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 有一次黑娃走进宾馆里 发现脱光衣服躺在床上的少女 居然是自己的女儿 成功后的黑娃和妻子离婚了 女儿跟着前妻生活 没想到两个老阿飞寻找猎物 居然找到了黑娃的女儿 而她上初中的女儿 早就是不良少女 黑娃家中有十几辆车 光汉马就有两辆 宝马是档次最低的轿车 黑娃家的宝马 是厨师到菜市场买菜的专用车 关于黑娃的故事 还有很多 有一天 我跟着黑娃来到省城的办政中心 黑娃说 她需要办理至少四十多个证件 而只有四十多个证件齐备了 她的煤矿才能被证明是合法的 而缺少一个证件就会留下隐患 每一个证件都是用钱买来的 而其中一些重要证件 更是价码高达几十万上百万 黑娃告诉我说 你只有来到这里 才知道梅老板有多可怜 这些穿着制服的人有多牛逼 在一个半正窗口 黑娃将资料递进去 里面一个皮肤白净 戴着眼镜的人看了看资料 然后一把扔出了窗外的手 我们正忙着 没时间看 我探头进去 看到办公室里一共五个人 两个人在玩电脑游戏 三个人在聊天 说着昨晚电视上放映的连续句 黑娃像斗败的公鸡一样 搭了着翅膀缩在窗口外 黑娃在县城一呼百应 到了省城就成了神幻生 就成了刘姥姥 提起裤子找不着腰 不知道该怎么抓 接着我就看到了惊讶的一幕 一个五十多岁的梅老板模样的男子 走过了半正窗口 敲开了办公室的房门 将夹在页下的五个皮包 依次分发给五个工作人员 眼镜拉开皮包 看了看 看到一捆捆的红票子 他告诉梅老板说 我们研究研究 你明天再过来 黑娃受到了启发 惹他妈的 省城也是这样弄事的 黑娃想如法炮制 可是他不知道人家会要多少钱 他紧走几步 赶上了那名五十多岁的梅老板 向他取经 那名梅老板说 他已经给这个办公室送了五天钱了 每次来都是加着五个小包 每个小包里装置四十万 每次人家都说要研究研究 但就是没个准时间 现在说了让他明天来 兴许明天就拿到证件 黑娃说 日他妈的 五天呐 我的煤矿就要关五天 这才办一个证件 办四十个证件 那不是要等一年 老子等不及了 黑娃看着我说 你给这个人打电话 看他们几天都骂这事办成 他告诉了我那条短信中的电话号码 半个小时后 在一家播放着轻音乐的轻幽的酒吧里 我与一名模样斯文的男子见面了 黑娃迟疑地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对方爽快地提出了四千万的价格 四千万 是黑娃煤矿一年多的收入 黑娃低着头没有答应 对方看出黑娃在犹豫 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黑娃赶紧站了起来 他说 你看你这人 刚说两句话就要走 总得让我想想嘛 这么大的一笔钱 对方很不满意地坐了下来 黑娃赶紧给他陪着笑意 对方斜着眼睛看着黑娃 他说 你可以想想 没有人不让你想 你的煤矿关停了 损失的不止这个四千万吧 你损失的是无数个四千万 说实话 找我们办事的人多得是 这次上面要煤矿整顿 全省关停的煤矿成百上千 我们的生意都在门外排队呢 黑娃可怜巴巴地说 能不能少点 对方以铁板钉钉的 决绝口气说 这是官家 一分钱不能少 四千万 我们给你把所有手续跑到头 你只等着领证就行了 没有我们的关系 你八千万也把手续跑不到头 黑娃问 咋就这么贵 对方说 没有熟人 你送钱谁敢要 你烧香也找不到妙门 黑娃连连点头称诗 黑娃问 钱给谁 给你 对方回答说 如果你愿意了 我就回去给我们老板打声招呼 原来这个外表斯文的人是一个小喽啰 一个小喽啰就这样骄狂 更何况背后的老板 蔡亮子后来听说黑娃花费了四千万元 办完了所有证件 煤矿没有停产 蔡亮子连连感叹 便宜啊便宜 蔡亮子找到的是另一个办证团伙 他花费的是五千万元 四千万元确实是这些办证团伙的官家 每一个对于黑娃和蔡亮子 他们具有生杀大权的部门 都有一批子弟聚集在一起 形成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与每一个部门子弟组成的集团 都有往来 他们互通有无 各取所需 美老板只要找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团伙 就能办到所需的所有证件 蔡亮子曾经给黑娃算过一笔账 四千万 四十个证件 一个证件才一百万 也就是煤矿几天的收入 确实是很便宜